客出文献資料在當地研究台灣咖啡律書的 高興香港所錄金庫長巡邦田有新的發言 原來一杯咖啡在後有提醒的效果以外 其實也會可以來治療 文献資料中只要有咖啡泡水加糖 喝一杯就可以來治療 我們對這個文献記錄 新台便宜醫師有關上表示 跟美中感受一些新聞 對氫味的感冒是有效果的 有一些茶類或者是一些咖啡類 他們過去有人傳統會認為說 喝這些東西會有一點止咳的效果 那最主要是因為那些茶類或者是咖啡裡面 有一些飄零的成分 那飄零的成分在身體代謝之後 會對於我們那個支氣管 有一點擴張的效果 那只有一些支氣管擴散腰 也會對慢性的咳嗽有一點幫忙 但是有些人喝這些 並不會得到他這樣的一個好處 原因是在於說他有些咖啡類或者茶類 反而會刺激腸胃 讓他胃食道逆流的狀況變得比較嚴重 透過的研究資料也希望為台灣咖啡 咖啡中有咖啡因 飲食對身體也有負面的影響 所以民眾也要控制一定量 記者歡迎收看 鄧金森 蔡英文報導